马斋星 你们居然敢愚弄本王 太大大妄为了 让本王成为天下的绣饼 王兄 今日可是登基大典 万不可动怒啊 你闭嘴 此人冒充平原公主 我不会放过他 大王 一切骗局皆由斋星而起 求大王杀了斋星 王兄 万不可杀了斋星姐姐 她是宝纳最好的姐妹 若她死了 宝纳也不想活了 马斋星 你的命 本王交给了伯王 他怎么处理 本王不管 但此罪人 本王不会放了他 押下去 伯王 你不忍心杀马斋星的对不对 那一次他手持攻击 他也没杀你啊 若他早日杀了本王 今日的局面截然不同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马斋星 血淋淋的教训 你记住了吗 柳枕他这么善良 如果他醒来 发现你杀了斋星姐姐 偿命的话 他一定会恨你的 你把柳枕叫起来啊 让开 我不让 宝纳 你让开 我和他的血海深仇 该了结了 把公主给我带走 公主 请吧 王兄 再下去 一命抵一命 这很公平 可我马府那么多条人命 我该上山出去 是你无用 杀不了本王 来人 把马斋星押回去 住手 大王 你当真要眼睁睁地 看着柏王 伤害你的恩人之女 你所指的 我的恩人是谁 当然是平原公主 而马斋星 是平原公主的 亲生女 你们刚刚弄了一个 假公主 欺骗本王 骗局被揭穿了 又说马斋星 是平原公主之女 你以为 你们还能再次 愚弄本王吗 我有证据 这人是 这幅画像的确是本王 当年看处贞画的那幅画像 可画上的女子 分明是她马斋星 容貌确实相似 但此人并非马斋星 而是当年年仅十八岁的 平原公主 这画上的女子 分明就是马阴将军的二夫人 平原公主 可是为何 跟我男有着同样的容貌 当年 马阴将军于心不忍 范显救下了身怀六甲的 前朝长公主 之后诞下的云鹰 便是你 根本就是信口慈皇 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容貌相似之人 巧合罢了 把人带进来 平原公主 平原公主 你 大王 你可还记得宫廷画师储贞 人是伯王 派墨潇去请来的 中途被我拦截 绝不可能有假冒之邪 储贞虽然给平原公主画过画像 但她没有亲眼见过公主的女儿 就算你把储贞带到本王面前 也无济于事 老朽曾于朝堂之上听说 文王对马英将军有提携之恩 日后虽然各为其主 但仍有往来 当年储魁血洗皇室 并没有找到公主的尸身 平原公主极有可能被马英将军 藏匿起来了呀 全是一策 样貌相同是巧合 同样喜欢女罗草也是巧合 但如果马哲卿身上 有前朝皇室的遗物 三色享食 这总不该是巧合了吧 前朝先帝为彰显皇室子女之优势 特命道行高深的隐士 练就世上无双的水月玉石 此玉石分为青白黑三色 外表看来并不起眼 但丢入水中便能折射出万丈光芒啊 马哲卿 马哲卿 你若有前朝皇室信物 水月玉石 本王便承认你平原公主女儿的身份 哲卿 快拿出来 我 没有 回大王 哲卿当然有 你的同龄呢 那不是你要留给你唯一的遗物吗 同龄 画里平原公主的三色手环 和你送给我的黑色享食一样 我便猜想 你娘应该是把水月玉石 放进同龄守护你 快 打水来 打水来 你来 我让你 canonical 买的车好 你买电 我让你带来 你来 那是七色神的 你来 我去过一把子 你不开不开 你往下 你去转洋 我去哪里 我去途中 你给我 原来摘星姐姐真的是皇女啊 你果然是 你果然是我的恩人 平仁公主之女 刚才本王差点酿成大错 皇女见谅 集成参见皇女殿下 大王 世子 快快免礼 摘星丹待不起